南韓人气女团BLACKPINK来台开唱 二天共9万人还搬高雄试运 不过却爆出许多名人根本不是粉丝 利用特权拿到票 一人贾永杰也被爆料站起来拍摄挡住后面的粉丝 对此贾永杰金21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贾永杰在脸书表示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被高标准的检视 他认为是应该的 演唱会中我挡到别人的视线 除了第一时间道歉 这两天我也深切地反省 贾永杰强调 看任何演出 对他来说有些出于喜欢 有些因为好奇 这是他和孩子和外界交流的一种模式 孩子们的偶像我们也要支持 贾永杰强调 这场BP演唱会他没有被招待 也不是所谓的公关票 他是付费看演出 甚至他也很恶万没抢到8800好视野的票 也许6800很侧边第一排的票就被觉得很好 但在45000人的大场面中 因为视线死角 真的也是被挡住看不到 所以不自觉站起来挡到别人 他也在一次跟粉丝道歉 不过有网友批评他说谎 甚至说做公益很恶 贾永杰痛心地说 这些瞬间大量的情绪性的人身攻击 指责以及恶毒的字眼 我真的很难过 即便公众人物可受公平 言论自由也不应该是无限上纲 难道用言语霸凌别人的暴力行为是被允许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